好那我們先來看看 事實上我們現在這個要做影像處理 真的越來越簡單了 而且我相信大家 現在都人手一機嘛 對不對 不管是示威相機也好 還是你的行動 就是行動電話 還是政治平板 那都有拍照功能 所以其實拍照功能 現在對大家來講 等於是輕而一舉隨時都在拍 隨時都在錄 所以現在也蠻可怕的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照片 還是需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處理一下 那麼我們今天 除了說會有 影像處理的部分以外 我們還會跟各位介紹一些所謂的 行動APP 我相信你的 不管是數位相機還是我們的手機 手機基本上一來就會有 它內建的這個相機功能對不對 可是不見得怎麼樣 滿滿足你的需求 或者說應該講 我們有些時候可能需要某些 其他功能的相機來輔助我們 甚至找到比你原生相機更好的 那我們就可以當作一個替換 好 因為如果你硬體不升級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 比如說像 像現在這個HTC有M8 那神聰的S5 對不對 他們都有很多強調什麼 就是照相機的功能 那如果你沒有買新的 你可能合約還沒到期啊 還沒想要換嘛對不對 或者還沒有 暫時還沒有那個 費用去換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找一些不錯的相機 來做一個因應 那所以我們會介紹幾倍給大家 再來呢 我們還要再看一下 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 你攝影怎麼構圖 事實上還是回到原來的 就是還是等於在拍照一樣 那怎麼去做構圖的部分 怎麼構圖 然後呢 還有 怎麼做影像處理 怎麼做影像處理 那這個部分有線上的 也有什麼 也有我們這 現在等一下跟各位介紹 免費的 就是Photocab 這個是MIT的國產軟體 好那另外呢 跟影像處理有關的 就是所謂的字型 字型的部分 還有什麼 圖庫 圖庫 因為 你需要一些什麼 輔助的東西啊 對不對 比如說像現在很多 比如說可能有些同學 有裝那個什麼LINE的CAMELA 他也有他就會 幫你弄一些小圖啊 對不對 很好很可愛的 那最後呢 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 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數位相機也好 或者用手機拍的 照片你都有備份嗎 其實大家都很會拍啊 但是你有沒有那麼勤勞 每次拍完 然後就做備份 然後就 幫他下個標題啊 然後整理一下 不見得有那個 那麼多時間對不對 很多時候都是丟在裡面 要來的時候再來找 那萬一真的 不見了 或者是找不到怎麼辦 所以還是要備份一下 那所以我們會另外 跟各位介紹一個 就是雲端備份的 當然也許你可能之前 有用過其他也好 那不管怎麼樣 總是 我們從前面 怎麼拍 對不對 怎麼處理 到最後怎麼做備份 這個是需要你要去考量的 因為當你的資料越多之後 如果你沒有做適當的整理 老實講 要找的時候 還真的是找不到 這是 很有可能出現的情形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主要就會像這樣子 那這一塊呢 像攝影構圖部分 我們最簡單的 就是會有所謂的什麼 九宮格的 到底你要怎麼對 比較好 比較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再來幾個APP 幾個APP 你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 這個有沒有符合你的需要 當然現在APP很多 隨時都會有新的 那麼 Google加 還有一個很特別 它不只是只有 我們剛剛講的自動備份 事實上 你也可以在上面 直接做線上編輯 所以它也可以是屬於雲端的 什麼 線上編輯的一種 但是它有一個跟別人很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不管你說Line Camera拍的 還是一般我們 就是照相 照片處理完的 請問處理完之後 你的相片是不是基本 本質就已經改變了 不管是裁切啊 還是你加了一些小圖啊 對不對 可愛的圖上去 基本上你照片就改變了 那麼 Google加上面的編修 並不是這麼回事 你可以隨時回來 也就是說隨時回到你的原始的照片 所以這個 其實事實上 這個是 跟我們那個 它有另外一個軟體 比較早叫Picasa 那個相簿一樣 也就是說 它幫你在套用這些修正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真正改變你原始的內容 所以你隨時可以回到過去 這個是它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我為什麼 我們要在這邊介紹各位這個 那再來呢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欸 Photocab影像處理的部分 它事實上 MIT的 真的是不錯 真的不錯 而且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些軟體都給各位的 那再來就是線上的一些影像處理 還有免費的字型跟圖庫 事實上字型也蠻重要的 因為字型的部分 你可以去找一找有蠻多 欸 免費的 我們就不要用盜盤的 結果免費的 事實上就可以 那個字型的效果 常用字型應該就夠了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很多人 電腦裡面最缺的 花錢的兩個 就是一個叫軟體 一個叫字型 大部分都沒有買比較多 對不對 都是路上撿到的比較多 那所以我們盡量 你就用正版的嘛 正版的你也沒有什麼好考慮的啊 對不對 用的合理安心啊 那當然你真的有需要的 你可以考慮一些商業 商業版本的 因為畢竟有些 還是商業版本做的比較好嘛 好 OK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會用到的 講到提到的一些內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OK